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并没有特别的夸张 相对它的马力数而言 它就是有一些碳纤维的空力件 其实相对于它的重量来说 并没有特别大的那种下压力 但是它隐藏的东西还有KWB3的可调脚压减震器 还有探头的刹车和更宽的轮胎 这个都是对于它的马力数和它的动力性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呢就是内饰上有一些好玩条东西 请随我去看一下 好的 坐进车里会觉得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啊 它的车门现在还是电锡门状态的 一辆这么运动的车中的电锡门真的是 对于重量的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全用马力来找平了 但内饰的风格你可以看出来 它整个是一个更加赛设的方向盘 更加运动的座椅 而且车里呢各种这种翻猫皮的内饰 显得还是挺运动的 但是它的坐姿是一个比较高的坐姿 你看我现在把椅子已经降到最低了 它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在这里有两个按钮 这里可以控制驾驶模式啊 还有动能回收 可以控制弹射和得一键boost 然后在这个按钮以外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专门的赛道模式 当打开以后 它在这里就可以去控制更多的选项 比方说它的这个前后的扭曲分配可以是 百分之百前驱 百分之百后驱 还有就是它的车身稳定系统的介入程度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转向的助力的这种轻重 能够调出一个更加符合你驾驶这种手感的 或者更加运动的这么一个调教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在中间啊 它的这个仪表盘上 现在显示的东西是一个对于赛车特别重要的 是我的刹车力的一个踏板深度和油门的开度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动能回收的一个强度 基本上就是一个对于我的操作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 就是你们在看F1的时候 那个油门刹车条的那么一个东西 所以它在这个驾驶的氛围上 已经做到了非常非常运动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赛道里边去试一试这台00FR 今天是极客专为001FR车主定制的赛道驾驶培训 毕竟买了这么大马力的车 要学会去驾驭它 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深度体验一下001FR 好的我们用中午的这会儿时间 我们这会儿不跟对了 我们自己来去独自跑一跑 现在有随车教练的跟着我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001FR它底盘的真正的状态 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就是运动模式的时候 它其实ESA是一直在管着我的 现在我切到了一个它的赛道模式 这时候就有更多的自由度交给我们了 你看现在我可以通过一些滑屏去调车身稳定的值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是什么能量回收的值 我把它稍微调高一点 然后再往上的话是它的扭矩分配 就是我可以调到就是100比0 就是基本是前驱车0到100基本是后驱车 我们调到一个稍微偏后驱的 好这有一个转向档位特别有意思 它是能够去调整它这个方向盘的一个介入值 就是我可以去调整这个转向助力变得更像一辆赛车 这个多少我不好说 第一次开001FR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差不多中间的位置 第六档吧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了 大概有很短的时间我们快速的来体验一下这个车 其实这个诸售赛车场它的这个落差和长支线 对于车辆的底盘操控来说是两个非常大的考验 第一是你从高速扎下来以后 它的车的平衡是很靠前轮的 第二是它的这个落差本身 实际上对于你的这个轴载荷包括左右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你看现在我在一个下坡左弯 我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重心会更多的栽在那个右前轮上 但是在001FR上就像闲停信步一样 就溜溜达达的 那现在我们在弯道里也是像这种比较高速的弯 它就是有车身侧倾 悬架的行程其实也没有像赛车那么短 挺长的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感受来说还是有非常足的支撑 同时还有很高的宽容度 你如果你以屯赛车的那个角度去说你会觉得001FR像一个接程 它反而去降低了1000马力以上的这种级别的车 你去驾控的一个门槛 那现在在这样的弯道里边我可以就更加自由的去开它 现在动力比刚才要来的更快了 真的是在弯道里边它能够有更多的扭矩去帮助我 我的体感的横向气质我觉得肯定是超过1的 这是1.2 1.3的那么一个样子 它装的可是P0的接台 我觉得这个车就是原生来说真的是一台很运动的车 我不知道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会真的去买001FR 肯定是性能粉那没错的 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开着这个车想去跑一跑赛道士 相信我这车能跑 好的我们第一圈差不多过来了 我们再通过主直线 还是那句话帮直线大家都试的差不多了 我们不去试直线的那个动力 还是着重来试它的底盘 好一号弯这里是一个上坡的右弯 而且坡中它是有海拔变化的 我们带着比较快的速度再来体验一下 好车辆还是很中性的一个状态 而且在上路间的时候 车辆是一个帮助车在往里拐的这么一种 它在左弯的时候 二号弯左弯的时候 它是坡中是又拉平了 其实很容易转向不足的 但是在它的这个四电阶的扭矩控制下 一点点转向过度 我认为是一个很舒服的原生后驱平台四驱车的那么一个感觉 之前我一直以为从外观上也让人觉得 就是001F2就是一个稍微运动一点的001普通版 然后马力更大一点能崩直线罢了 但真的不是 它四电器带给你的这个加持是运动向上的 像这种扭矩转向 你能感觉到车轮的不停的跳胎 那个是电机在不停的去帮助你去主动的拐弯 这个车能坦坦掉头你知道吧 它能拿电机挠着去原地掉头 它就好像在弯道里在接近轮胎极限的情况下 去扭着这个车进行坦坦掉头一样 哎哟 真好 现在我们带着一点油门出弯 车尾轻轻的一踩它就起来了 而且修正是一种你完完全全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就是它的控制的这个逻辑其实跟普通版的001特别像 就是那个车你在EC全关的时候 它也是管你的 就是当车尾起来到一定角度以后 你几乎是可以一板油画甜甜圈 你看现在我在弯道里边 更加的像一台灵活的运动赛车了 对不是运动车了 像一台灵活的赛车了 我觉得如果你不去推极限的圈速 只是跑更加的运动的状态的话 001F2你就把它调到了2080一直90 应该就是一个特别爽的状态 好我们在这个状态我们再跑一圈啊 还是这个弯我们推起油弯来走 车尾在帮着拐弯 很明显外侧的后路电机在帮着拐 现在我们走很紧的线 拖油出来 这是一个后驱车的路线 同志们这是一台前置后驱车的那种配重比的路线 尾巴很快就出去了 我的油门只菜了那么一点点 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它的这个马力值 除了能带给你很强的推背感以外 它还能带给你的是一个可以随时可控的动力 就是很多人在玩飘移车的时候 需要它马力很大 不是说为了它怎么样去招胎 要的就是随传随到的这个动力储备 让你能够通过右脚的轻轻的动作 就能去调整车身的姿态 我知道这么玩 可能会稍微有点飞轮胎 尤其像这种它的用电机去做的电子线化插足器 对吧 它比那种机械的那种就是磨片插足器可能更加的主动 你看我顶起来车尾就过来了 简直太爽 我的麦又飞了 简直太棒了 就是你看它能把我的麦甩飞了 它横向的顺时的那个机质真的非常非常大 毕竟它有2.5吨的自重 它有2.5吨的自重 所以它有很大的惯量 这个惯量在直线的时候 它是靠扭矩去抗衡的 但在弯道里边就给你自己来了 真的它的极限真的很高 而且我是需要去比较集中精力的去开 才能够去把它开好的 可能毕竟也是因为我第一次去开这种模式下的001F2 和这种模式下的这种载道 真的很不错 今天我们是借了一颗的赛道培训的机会 来深度试驾的001F2 总之这个车还真的是挺带劲的 那如果我一定要找什么区别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它的电子的这个稳定程序 借助的有点太多了 就是即便是对于安全吧 我也希望能把各种的决定权交给车手自己 即便是在这个所谓的赛道模式下 它在电子稳定权光的情况下也有一些稳定程序 在你极端的一些想要耍得更嗨的驾驶里边 会帮助你去介入 我觉得通过一些OTA的升级 如果把这个全线完全放开的话 可能这个车就会更加的有意思了 毕竟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 那通过这个课程让大家去更好的去驾驶001F2 这个才是最好的电子稳定系统 那好的我们这次这个试驾先到这儿吧 我不知道对这个车的底盘你有什么想法 我真的认为对于它来说 加速都是浮云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收工了 收工了 回家了 回家了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们是抢着各种就是活动的间隙 然后拍我们要拍的东西 然后毕竟今天是一个赛道培训 然后我们就要在大家不用车的时候拍 其实挺有意思 还是那句话 你们看到的那种比较全面的一镜到底的感觉的那种评测 其实都是在各种就是零敲碎大的时间里面弄出来的 然后可能还会我的习惯吗 习惯不好可能NG80多条 就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们接下去去下一场吧 他最凡尔赛的点是 说实话开这种车 我是一边开车一边说不了话的 但他还能一边开车 一边给你们做着姿态 他还能一边讲 这太变态了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